三藩市 博切斯與社區住客聯會組查相聚 三藩市地檢官博切斯 與全市最大的華裔租客 以及長者權益機構 社區住客聯會 一起在華埠點心店飲茶相聚 博切斯最近獲得 社區住客聯會背書反對罷免 他將透過這個機會 踏借住客會對其工作的肯定 並與住客會會員 分享過去兩年 作為地檢官的工作 以及澄清很多由推動罷免人士 發出的不實傳言 博切斯將他地檢官的工作 比喻為飛機升降 只有在出問題的時候才會被報導 例如有些案他處理得很好 只是沒有被媒體曝光和宣傳 他向在場人士展示了他經常收到的 一些案件的受害人發來的短信 讚揚他的團隊和他努力的成果 聯會代表問及博切斯在任期間 有老人家被襲擊 是否有措施可以保證他們的安全 博切斯指出正和商家合作 在減控方面入手 exemplo 已吝進來地檢官辦公室 會推出三種具體的措施 去保護懷受老人的安全 第一,我们用了 erst证度和资密 Jacobs 更地食用适 Что会比较 jabeでき得多 更 Nicholas Hadid 第二 我们 increase支援和支援 voor aan het gast到 minimum 甚至 language access 包括 500%增加 в数 satisfactor ops 三bre 社區住客聯會主席梁明浩認為一般地檢官的任期是4年 現在只是過去了2年 況且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很多社會問題 不應該只是怪責博士斯一個人 最後博士斯希望大家反對H提案 反對罷免 讓他可以繼續留任地檢官 用實際行動證明他可以將工作做好